木兰从军 古时候有一位美丽而勇敢的姑娘 名叫花木兰 又一年 北方的敌人侵入了木兰的国家 皇帝命令 每家都要派一个男人上战场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木兰全家人都很发愁 因为木兰的父亲年迈多病 弟弟年纪又小 该怎么办呢 木兰独自享了一整夜 最后决定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花木兰跟着军队走过很多地方 经历过许多次战斗 战场上他英勇善战 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了敌人 战士们都把他看作英雄 慢慢地 他从一名普通的战士 成为一位杰出的将军 十年后 北方的敌人终于被打跑了 皇帝十分高兴 给了他和战士们很多奖赏 木兰不愿意当官 只是希望能早点回去 与家人团聚 皇帝答应了他的要求 在战士们的陪伴下 木兰回到了家 他脱下军装 换上了一身漂亮的女装 战士们看见了 都非常吃惊 一起战斗了这么多年 居然不知道 木兰是个女孩子 古时候 有一位美丽而勇敢的姑娘 名叫花木兰 又一年 北方的敌人 侵入了木兰的国家 皇帝命令 每家都要派一个男人上战场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木兰全家人都很发愁 因为木兰的父亲年迈多病 弟弟年纪又小 该怎么办呢 木兰独自享了一整夜 最后决定 女扮男装 替父从军 花木兰跟着军队 走过很多地方 经历过许多次战斗 战场上 他英勇善战 一次又一次地 打败了敌人 战士们都把他看作英雄 慢慢地 他从一名普通的战士 成为一位杰出的将军 十年后 北方的敌人终于被打跑了 皇帝十分高兴 给了他和战士们很多奖赏 木兰不愿意当官 只是希望能早点回去与家人团聚 皇帝答应了他的要求 在战士们的陪伴下 木兰回到了家 他脱下军装 换上了一身漂亮的女装 战士们看见了 都非常吃惊 一起战斗了这么多年 居然不知道 木兰是个女孩子 他不说话 只是一个劲地哭 我没有什么别的事 只是来看看你 老师问他 他只是不停地摇头 上课时 他居然睡着了 这么大的声音 你居然没听见 这么冷的天 他居然只穿了一件衣服 从 我爸爸从医多年 受到病人的一致好评 尊敬的李老师 从教三十多年 逃离满天下 军 军人不仅要保卫国家 还要抢险救灾 我表哥是位优秀的海军军官 敌人 敌 得以敌 敌人 敌军 敌队 不要因为一点小事 就把他人当作敌人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敌人的侵犯 侵入 侵 侵侵 侵略 侵略 侵犯 侵占 敌人侵入时 我们的军队坚决打击 寒流将很快侵入北方大部分地区 病毒已经侵入他的体内 必须尽快治疗 皇帝 黄 河乌昂黄 皇帝 皇家 皇室 帝 得以帝 上帝 皇帝 帝王 帝国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名的皇帝 你听过皇帝的新装这个故事吗? 派 派 颇爱派 老师派班长收我们的作业 妈妈派我下楼去 请小姨来吃饺子 战场 战 之岸战 战争 战事 作战 战斗 战场 战 战场 战 车战 花木兰上战场是为了替父从军 保家卫国 足球场是我展示体育才能的又一战场 消息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你从哪里得到这条消息 可靠吗? 发愁 不要独自发愁 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好吗? 上课认真听讲 做作业时就不用发愁了 半 姐姐喜欢女扮男装 昨天她扮鬼脸把弟弟吓哭了 经历 经历过战争的人们更懂得珍惜和平 经历了那次华夏之旅夏令营活动 我对中国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经历了大地震 我们更加懂得了生命的珍贵 前年夏天去中国旅游 是一次快乐而难忘的经历 战斗 斗 斗斗斗 那次战斗使舅舅失去了左臂 紧张的工作就像战斗一样 英勇 她英勇作战的精神令我佩服 英勇作战才有可能战胜敌人 善战 解放军不仅英勇善战 而且同老百姓亲如一家 球场上 小强英勇善战 终于带领我们赢得了比赛 打败 败 波爱败 失败 打败 成败 我们彻底打败了敌人 人不能被自己打败 英雄 雄 西伊翁 雄 英雄 雄伟 雄心壮志 航天英雄是我学习的楷模 他是一名战斗英雄 普通 普 普无普 普通 普及 普遍 普通人也能做出不平凡的事 这是一件普通的衣服 战事 是 是 战士要服从上级的命令 面对歹徒 小强像英勇的战士一样 与其斗争 杰出 杰 姬爷 杰 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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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获得了本届中国杰出青年的称号 由于他生前的杰出贡献 人们为他修建了纪念馆 将军 他爷爷是一位著名的将军 这位将军与士兵情同手足 奖赏 奖 姬昂奖 奖品 奖金 奖杯 得奖 作为奖赏 校长亲自选定我参加这次夏令营 老师对我的肯定才是最大的奖赏 要求 要求 一奥腰 要求 要 要求 要 需要 你的要求 非常合理 无理的要求 谁也不会答应 老师答应了同学们的要求 你有什么要求 但说无妨 妈妈要求我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拖 拖 托窝托 脱衣 脱身 逃脱 爸爸一进家门就先脱衣服 上床前请先脱鞋 居然 才过了几分钟 你居然就忘了刚才的话 我在他旁边站了半天 他居然没察觉 今天我去王爷爷家 遇到一件奇怪的事 什么奇怪的事 王爷爷养的一只小鸟 居然会说话 他说什么了 我刚进门就听见一声 你好 我觉得这不是王爷爷的声音 往周围看了半天 也没看见别的人 向你问好的 是哪只小鸟吗 是 王爷爷看到我傻傻的样子 哈哈大笑 他说 是哪只小鸟 在向我问好呢 真的吗 我大吃一惊 刚走到小鸟旁边 那只小鸟又说了一声 你好 跟刚才的声音一样 我知道了 这只小鸟 是不是黑色的 是 王爷爷说 他的名字叫八哥 你见过吗 我只是听说过 八哥是黑色的 会学人说话 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鸟 更奇怪的是 这只八哥 居然会背诗 这一定是王爷爷教他的 是 是王爷爷教他的 他背得可好了 哥哥 以后咱们也买一只八哥吧 听说八哥的价钱可贵了 咱们根本买不起 那咱们明天再去王爷爷家 看八哥好不好 好 我还没听过八哥说话呢 中国武术 武术 是以 鸡鸡为主要内容 以套路和搏斗为运动形式 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 他也是中国人民 长期积累起来的一宗宝贵文化遗产 他把踢 打 摔 跌 击 劈 刺等动作 按照一定规律 组成各种攻和防的方法 武术既是防身之术 又是健身之法 深受中国各族人民的喜爱 少林功夫 太极拳 是中国武术中的精品